赵长河知道唐婉庄等有新人,已经基本把皇子嫌疑锁定在他身上了。 原本洛家庄活下两个人,下迟迟也算得嫌疑,由于是女的,大家此前先入为主觉得是皇子,目光暂时没怎么往他身上放,都在先研究赵长河再说。 不研究还觉得他应该不是,毕竟偏差还挺多的。 首先年纪就不对,赵长河可是自称二十的,皇子应该是十七左右,何况乱是舒适锤,他刚洗舞不久,皇子不应该这时候才洗舞。 崔文景起初就觉得不是,觉得他死了完事。 结果越研究就越像,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根本不应该是个乡村少年该有的文化底蕴,这确实太可疑了。 再有神奇功法和龙雀象性,简直证据确凿,其他什么破绽都不是事,都不知道他们自行替他脑补解释了多少。 比如年纪肯定是因为他不想当皇子,借着长得老成,故意谎报了三岁误导别人,习武多半是本来打算做个普通人安度一生,结果赵错被落震武图了。 若家庄又遭遇灭门,终于知道这乱世拳头才是道理,立志修炼了,等等等等,反而恰好解释为什么如此天才,区区半年就练得这么好,天下第一的血脉吗?理解理解。 这回下迟迟彻底没人看了,崔文景都直接说那魔教妖女了,可见一般。 除了年纪与姓氏这种天下随处可见的巧合之外,他其他完全没有任何一项与皇子应有的东西能吻合的,连功法都是一身的魔教邪功,多半是四项教早年就安插在洛家庄的内应,倒还更像一些。 赵长和大智能猜出他们怎么想的,心中颇觉讽刺。 这事实在猜不透夏龙渊的心思,只有夏龙渊本人清楚,夏迟迟那一身母亲的白虎神功才是最大的证据吧,然而他不说,没有人知道。 总感觉有一双戏谑的目光在远处看着自己,似乎在问,喂,我知道你不是我儿子,要不要叫我爹? 云端俯瞰众生喉气的,是不是也有他一份? 可赵长和很淡疼,他贪图夏龙渊的内功,虽然眼下自己资质所限,无法作为主修,但心中很清楚这功法潜力无穷。 即使是现在也对自己很有帮助了,无论是助推外功修行,战斗时转化增幅气血力量,犯病时用以压制,犯病后快速恢复,几乎一天都离不开这套功法。 屡屡越急战斗,表面看上去都是血煞功在发挥,内力这内功的功劳占了一半,否则他能越个屁级,用个神佛聚散都该脱力了。 然后他也贪图大下龙雀,作为一个刀客,实在太喜欢这把刀了,爱不是手。 原本带着龙雀不是太好,明明知道要惹事端,还是很难割舍。 终究不是修仙的,做不到不贪不忘。 既然贪了下龙渊的东西,自当成因果。 现在他很难立直气壮地向人解释这内功与龙雀到底怎么回事,也不能卖了下驰驰, 毕竟下驰驰是真的憎恨下龙渊,一点都不想当公主。 当唐婉庄挑明此事时,他居然不知道怎样推脱。 见赵长和久久沉默,唐婉庄叹了口气,轻声道,是不是这些年恨着陛下? 赵长和抽了抽嘴角,您猜对了,不过那人是迟迟。 唐婉庄沉默良久,似乎在犹豫,办上终于下定决心, 低声道,虽然表面看不出,可陛下修行应当也是出了岔子, 很多人都猜出来了,所以才有如今的暗用动荡, 所以有些事情并不是他不管不顾,他怕是无力相顾。 说着似乎也觉得有点尬喜,毕竟这都十几年了, 派个人出去接母子可不需要自己修行多牛逼。 于是微微垂手,漠然欺查,不多说了。 赵长和索性道,反正我不是,跟我说这没意义。 如果之前的否认是真否认, 这时候的否认听在水耳内都像是说气话的意味了。 唐婉庄押跟连接穿都懒了, 直接道,殿下如果不认, 就做看这大厦后继无人,江山清赋吗? 赵长和道,光我屁事。 唐婉庄叹了口气,哪怕你不是, 既然成了陆河神功,成了大厦龙雀, 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赵长和的第一反应是老子终于知道下机八练的大名了, 陆河神功,你还不如叫八荒陆河为我独尊功。 然后才叹气道,确实拿了他的东西, 该有回报,只要别把我拉去做皇子, 替他做点事做交换,这个我是愿意的。 唐婉庄再度沉默, 你不去当皇子,那咱们有什么事要你做呀? 抗你一个玄关四重的江湖客出去打架不成。 却听赵长和忽然道, 哎,我不当皇子也是对你好吧, 我当了的话,你干不尴尬, 咱们刚刚互相道了歉, 难道下一步就是一婚? 我牙还没刷呢? 唐婉庄愣了一下, 一直淡定典雅的气质, 居然肉眼可见地微微红了脸。 被和青楼女子对比, 她没生气, 被说洗干净点等我, 她也没生气, 还自己拿来调侃。 结果遇上来真的了, 她脸居然红了, 眼里还有清晰的修脑, 即使你是皇子, 与我合肝, 为什么就要一婚? 休听他人胡言乱传, 谁告诉你一婚这种事 还有延续性, 可以换人意的。 赵长河低头喝茶, 我知道你急, 你先别急。 这种话更点, 不急都被这话给说急了, 躺晚装急得胸膛起伏, 那样子看着简直又要开壳。 赵长河道, 我看了别人整理的乱世书排名, 你地榜第三呢? 躺晚装清喘着顺了顺气, 有点没力气, 是又如何? 虽然上面没写你几岁, 我估摸着你这修为, 又是朝廷大员, 总归年轻不了的。 过三十了没? 二十八, 赵长河愣了一下, 按道真牛逼,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属于二十五岁之前, 还在乾隆榜的年纪就上了人榜, 按照二十五岁上人榜来算, 他这是三年之内, 不, 他这排名都是一年前的事了, 也就是两年之内从人榜末尾到了地榜前三, 有点恐怖。 这等潜力, 这等实力, 怪不得年纪轻轻能做朝廷大员, 并若均失, 气质欲解, 则, 心中佩服, 口中说的却是, 所以你都二十八了, 我二十, 按照你们猜的皇子时计该是十七, 这都快大一轮了, 就别吃嫩草了呀, 乖, 唐婉庄牙都快咬碎了, 我说的是, 我没必要和你一婚。 赵长河痴声道, 你这么想, 你家族可不一定, 否则你干嘛坑泱泱去北忙, 真当我傻。 唐婉庄轻轻喘息着, 居然不说话了。 所以呀, 赵长河自顾自又到了杯茶喝, 悠悠说道, 我不想认皇子, 你也不想搞个皇子来一亲, 我们这不是天然盟友吗? 你帮我遮掩一下就说不是, 然后给我布置点任务, 算还了功法和龙雀的债, 大家皆大欢喜, 不是挺好。 唐婉庄面无表情,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提案多幼稚? 但怎么说呢, 只要他认了, 不但可以继承一个帝国, 还有很大机会直接得到他唐婉庄。 唐婉庄不知道世上有多少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 但眼前就有一个。 他心中忽然泛起赵长河那一堆口嗨言论, 其中的这么一句, 唐婉庄永远得不到的男人。 好像这句倒是真心的。 感谢吴叶在上白银, 感谢道圆圆, Sake, 渔州长晚, 天天, 笨笔猫, 千千, 竹子, 蘑菇, 大富哥诸位大佬上门, 今天均定已破4W, 谢谢大家, 摸摸达。